哈囉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遙 新系列宇宙巡說目前已經正式開放 今天簡單跟大家聊一下值不值得抽 這系列的強度跟生存我體感玩下來都還不錯 所以要問值得與否 我覺得是可以抽的 特別是如果你的機械背包較為弱勢 你又很想要針對弱勢去補足 那就直接抽下去沒有關係 機械目前水初音跟機械夏瑪西都還Hold著 但因為現階段可以拿來通關的隊長已經越來越多 如果你平常是作業需求者 已經開始有點找不到夏瑪西或二蛋初音的攻略參考 那可以考慮直接抽下去 至少近期你不會找不到作業抄 根據官方近年來改變的行銷手法來看 有抽的話至少當前版本可以舒服的接到幾顆作球關卡 像《醉夢寢城》那次就有分別舒服給林黛玉 以及舒服給潘金蓮的關卡出現 如果是作業提供者的話 那就看你會不會想要換個機械隊長玩 不想也沒有關係 因為平常你已經是提供作業的玩家 表示會有一定的解讀敵技能力 所以不管用水初音或者是夏瑪西 你一定都可以找到解決方法 那我們有提到當前能通關的隊長已經越來越多 所以如果你對這系列沒有愛 背包裡也已經有可以拿來通關的隊長 那就可以跳過沒有關係 尤其官方接下來還有預告5月會有黑家家老師的黑金 一般來說如果要選擇強度還是會以黑金為優先 但現在卡片顏色也不一定會是個依據 因為今年在林黛玉之後 已經不太能說白金比黑金弱這件事 宇宙巡縮是已知技能系列 黑家家老師則是未知 宇宙巡縮這個系列在強度1到10內絕對有7到8分 敵人只剩1%傷害蒙大拿還可以打破罩硬幹過去 生存力有無視無視減傷的檔死 蒙大拿隊長既可以讓技能輪轉速度很快 等於說固板要連發也沒問題 所以問說值不值得抽的話 我的答案是值得的 只是還是要提一下 因為是機械組隊伍技也內建高C 所以計算combo的時間跟追打的時間都會稍長 這方面就看大家會不會覺得 影響到自己的遊玩體驗去判斷即可 再來是觀眾朋友問到的未來價值 蒙大拿剛提到有檔死有固板 其實他還有附帶很多功能 例如說還原版面還原碎裂 自身界王甚至還有3億大炮的直傷 這些對機械來說都是不錯的選項 二獎斯卡塔赫也有機械罕見的違劍 違劍這東西很奇妙 平常如果不會用到就是不會用到 但真正需要用到的時候 你就會慶幸還好你有跟到 所以這點就是看你有沒有曾經錯過天人突破的卡米娜大哥 錯過的話如果在能力範圍之內 我會建議就把斯卡塔赫入手 沒錯過依然還是可以入手啦 斯卡塔赫還有罕見的補加護功能 如果有想要繼續玩神魔的話 擴充背包深度對未來絕對是好事 複製部分如果你平常是拼榜型玩家的話 蒙大拿3億大炮可以多複製個幾張 那講到拼榜可以偷回合的再爆發小獎努亞達有多的也可以留下來 如果不是有這類型特殊需求的玩家 大獎二獎小獎都各一張即可 現今環境下敵技五花八門 比起隊伍裡擺很多張一樣的卡 多擺幾張不同的解盾 在通關上會比較適合一些 再來練技術才是沒有辦法用金幣購買的 目前要取得大量就是直接用工會商店的鑰匙兌換 不然就是打主題層內的關卡慢慢獲得 另外加倍時間這次是開局前三天就有第一次加倍 所以目前正在加倍中喔 宇宙巡獸會開放八個禮拜 總共有三次的加倍時間 兩百個琉璃沒有拿到會不會很虧 坦白說有一點 但如果平常有認真在玩神魔 理論上可以從其他地方撈回來 琉璃是強化時光牌的素材 目前取得管道還比較稀少一些 這個可以說是官方的行銷手法啦 就看大家自己能不能接受 不接受就是在想辦法從其他地方撈回來 頂多就是時光牌練得比有抽的人慢一些而已 再來是主題層下方的全新零件活動 要選擇困難還是簡單呢 其實選什麼都無所謂 一樣可以拿到伽馬 困難的就是拿到的技能等級會高一些 是我的話我會選擇困難 這樣或許收集零件的次數可以少個幾次 伽馬只要有一張即可 所以可以盡快完成 當然盡快完成 那也有觀眾朋友提到這個加成可以好好利用 然後建議多打一點零件再來拼拼圖會好一些 零件獲取方式就是打主題層內的關卡 然後遇到拼圖的時候 把你需要的零件屬性拼進去即可 例如說你需要火屬零件 那就把火珠拼進去吧 下一個疑惑是剩下某某抽有沒有需要補齊 如果你是已經提前畢業的話 就把魔法石省下來吧 就如前面所說啦 沒特殊拼綁需求各一張就已經很足夠 加上之後還有黑加加老師 魔法石省著點會比較好 如果還沒畢業缺大獎的話 如果能力所及就補齊吧 不然前面抽的保底次數就浪費掉了 缺二獎石頭有限的話就要賭博 畢竟二獎沒有保底 如果不缺石頭 可以再多抽一張蒙大拿拿去換二獎 缺小獎的話 真正建議補齊的是火小獎努亞達 在爆發拆炸彈防灼熱地是很不錯的 如果有蒙大拿 建議把羅莎琳也補齊 羅莎琳可以讓蒙大拿無視十字 另外也有追打無數選項 等於一卡解決了兩個麻煩敵技 最後是系列的專屬武裝龍客 目前要獲得就是去解主畫面左下角的特殊任務 以及把蒙大拿弄到雙滿 這設計是比較詭異一些啦 就看官方在接下來七週會不會再開放其他入手管道 OK 以上簡單回答大家開服首日的一些問題 大家對於宇宙尋說還有什麼想法 都歡迎下方留言討論 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一部影片見 掰撲